我是C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Java系列基础教程 那么本次课我们要学习的主题是如何使用Java API 在上次课呢,我们学习了哈 在Java其实是用包来组织不同的类文件的 那Java API是什么东西呢? Java API叫做Application哈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s 叫做应用编程接口 当然呢,说是接口 我们也学过接口的概念哈 实际上它不只有接口还有类等等 那Java的API是什么呢? 是这样子的 因为Java呢,为了方便哈 方便大家的这样一个编程 方便程序员的开发和编程 它事先定义好了非常多的这样一些类文件 这些类文件呢,是实现不同的功能 比方说,有输入输出的 完成输入输出功能的这些类文件 以及比方说字符串函数类的这样一些类文件 还有数学类呀,日期类呀,等等 定义好这些各种实现各种不同功能的这样一些类文件 把它组成了一个文件库 类文件的库,我们简称类库 那这些类库呢,是开发人员可以直接引用的 通过import的引用 那Java为了让程序员更加方便的使用 Java已经定义好的这些类文件呢 专门提供了API文档 这个API文档呢 我下载了一个CHM文档 CHM当然这里指的是JDK的1.6 实际上我们现在最新的JDK是1.7 1.7,那我们先打开1.6看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结构 放眼望过去 某某点某某点,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上次课主导介绍的包 那不同的包就代表不同的文件夹 不同的文件夹下放的是不同的类文件 实现各种功能的类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包有多少 哇塞,很多哈,非常多的包 每一个包里面都代表哈 都代表各种不同的类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API文档怎么使用 比方说,这里有一个包叫做java.utr包 这个包里面呢 有什么呢?有接口 接口还记得吗?我们前几次课的内容 interface 还有什么呢?还有类 这个类既包括抽象类 也包括具体的实体类 好,说到这里,貌似我看到了一个比较眼熟的类 叫做什么呢?叫做scanner 之前我们使用scanner做什么呢? 包装这个输入流,获取键盘的输入 获取键盘的输入 那这里面的这个包里面的这些类哈 我们是怎么使用的呢? 嗯,还记不记得这个scanner 比方说我右肌新建一个 类哈带弄方法的类 test-scanner-1 好,test-scanner-1 看到没有?我生成这样一个test-scanner-1的话 它自动生成package.com.pkg3u 我是右肌他新建类的 接下来如果我们要使用scanner类 加瓦是先有类后有对象 所以想要使用scanner类通常是构造它的对象 scanner 好,但是问题来了 这个scanner呢 因为它在API里面是放在java.utr包里面的 所以我们需要引入进来 引入的话用的是import关键字 java.utr. 点 点 scanner 看到没有?我们通过import类 引入了scanner类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自由自在的使用这个类并构造对象 但是为什么构造对象错了呢?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 找到scanner类 点击进去 类的scanner是一个什么介绍啊? 它使用正则表达式来解析基础类型和字符串的 简单的文本扫描器 看一下往下走 这里有介绍 这里有介绍scanner类的构造方法 往下一看 构造方法全部是带参数的 OK 也就是说 我这个地方呢 newscanner不给参数传值 那就有问题哈 之前我们的用法用的是system.in 实际上这是一个数流inputstream对象 好,也就是说我在这里调用的是 这个构造方法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构造方法 发现没有哈 构造方法的参数都不同 很明显这都是存在的构造方法 好,也就是说我用的是这个构造方法 构造一个新的scanner对象 新成的只是从指定的输入扫描的 system.in之前我也介绍过哈 是键盘 特指键盘这个输入对象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system.out.println 请输入 任意 字符串 然后当然用户会输哈 接下来 system.out.println 用户输入的信息是 加上 scanner 对象打点调用方法 它有哪些方法呢 还有 max的方法 max的方法呢 是返回来自扫描器 扫描器的下一个完整标志 点 max的它返回的是一个字符寸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运行这句话 首先是构造一个scanner的对象 这个对象呢 那是扫描来自于输入对象就是system.in 好,接下来这个system.out肯定是输出一个一句话 请输入任意字符串 接下来的话呢 啊,这句话 这句话是读取用户输入的信息 好,再然后把输入的信息给打印出去 看一下这个流程 好,控制台出现了 请输任意字符串 hello 好用户输入的信息 是,hello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scanner呢 实际上是加瓦已经做好的类 我们呢 通过import文件 它是在加油点UT2包里面导入进来 接下来呢 我就可以通过哈 这个构造方法 它已经定义好的构造方法 啊,构造出它的对象 并且通过这个对象打点 调用它已经实现好的方法 我是通过这个简单的test-scanner-1这个类文件哈 来给大家介绍 我们拿到API文档以后 该怎么学习 当然 我们可以发现哈 其实JDK 1.6 是提供了成千上万个哈 已经定义好的类文件 我们都可以哈 引用这些定义好的类文件来完成 哈 需要的功能 这个就是API文档的重要性 好,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除了加瓦点UT2包 它还有哪些 可以看到这个API文档 左边也有两个窗口 第一个窗口其实就是 就是包名 比方说加瓦点烂包 好,我点击加瓦点烂包 我下面这个窗口的东西都变了哈 比方说加瓦点烂包有哪些接口 1,2,3,4,5,6,7,8 有八个接口 还有若干的类 比方说数学类Mass 数学类好,它会介绍 因为Mass是一个最终类哈 我们来看看它有哪些方法的存在 什么ABS方法呀 Max方法呀等等 好,这是API文档的学习方法 我这里要说明一下 如果我们不写任何import语句 实际上它还是开了一个包哈 引入了一个包 叫做加瓦点烂 加瓦点烂点心 引入了这个文件 我不写这句话实际上也是 这句话也是存在的 也就意味着 加瓦点LAN的所有的接口和类 好,我们不用import的语句都可以直接使用 好,这是加瓦的 API文档的使用 好,以后在我们的开发中哈 会经常应用到API文档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学会 怎么样使用这个文档 来帮助我们快速开发应用程序 好,本次课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课再见